同学,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章分数的四则运算 在分数的四则运算里面 我们总共分五个单元来讨论 第一个单元呢 二之一的部分 我们是在介绍音数倍数直数合数 第二个单元呢 是在介绍最大公因数最小公倍数 第三个单元加减 第四个单元乘除 第五个单元四则运算 各位同学,为什么 我们在做分数的四则运算的时候 我们要先讨论音数、倍数、直数、合数 最大公因数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们在做分数的加减法 还记不记得 在做加减法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通分呢 记不记得 好,通分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去求它的最小公倍数 那么我们在做分数的乘除运算 我们需要做约分 在做约分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清楚它的音数有哪些 然后呢 最好你能够看到最大公因数 那么你就可以很快速的约分 那么可以约到最减分数 所以我们在进入分数的四则运算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来讨论音数倍数的问题 好,接下来呢 莫莉老师来帮各位同学介绍 音数倍数、直数和合数 这一个单元二之一 首先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音数倍数啊 那么在做音数倍数的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先给同学一个概念啊 来,各位同学请看我们的黑板 我们黑板上面写啊 整数除以正整数除以负整数 它会有一个商 如果商 如果余数是零的话 我们把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把它叫做整除 什么叫做整除 同学 整数 整数除以正整数 负整数 它的商是整数 余数是零的话 我们就叫它叫做整除 来莫莉老师给你做一下举例 来,比如说 六除以二会等于商 商与零 来,六可以把二整除 六呢,也可以把三整除 六呢,也可以把一整除 六呢,也可以把六整除 来,各位同学 这叫做整除 如果这个整数啊 它可以整除的话 那么这个背除数 除数跟商它之间有一个关系 那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因数和背数 在讲因数跟背数的时候 莫莉老师再提醒你们一下 为什么莫莫莉老师在这个地方我不写整数就好 为什么 因为啊 因为我少写一个零 如果说我写整数的话就包含零 同学看啊 正整数不包含零 负整数不包含零 也就是说啊,除数这个地方是不能是零的 为什么除数这个地方不能是零 我们国小都有学过啊 除数不能是零 那莫莉老师再跟你说一遍 为什么除数不能是零 你想想看 如果说我有三个苹果 我不分给人 不分给人 就分给零个人 请问每一个人可以得到几个苹果 你不分给人 你还问每一个人可以得到几个苹果 矛盾 题目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除数的这个地方啊 不能是零 除数的地方不能是零 比如说莫莉老师拿六来做例子 六除以一 六除以二 六除以三 六除以六 如果说它有这样子的整除的关系的话 那么 可以整除人家的 可以整除另外一个正整数 或者是负整数 被啊 可以被整除的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式子 这个数目字 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的倍数 再来一遍啊 六这个位置是被除数 被除数是除数 是商的倍数 六是二的倍数 是商是三的倍数 六是三的倍数 是二的倍数 六是六的倍数 是一的倍数 莫莉老师再举例啊 来 如果说我们用五除以一等于五 余林 五除以五等于一 余林 再来一遍 五可以把一整除 因为余数是零 五可以把五整除 余数是零 所以五是一的倍数 一是五的音数 五是五的音数 五是五的音数 五是五的倍数 一是五的音数 五是一的倍数 五是一的倍数 音数倍数 再复习一次啊 来 同学看啊 如果能够整除的话 如果能够整除的话 倍除数 就是后面这两个位置的倍数 后面这两个位置的数目字 就是倍除数的音数 这叫做音数跟倍数 再介绍完音数倍数之后呢 莫莉老师在跟你介绍 零还有一 零 零 零呢 不会是别人的音数 因为零呢 不可能会放在这个位置 不可能放在除数 那么零呢 可不可以放在 倍除数这个位置 可不可以 如果零不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我也会写正整数跟负整数 那我这个地方是写整数 也就是包含零的意思 来 这个位置 可以是别人的倍数哦 因此 零是任何数的倍数 为什么 比如说 十一有零的 是多少 是零 零是十一的倍数 零是零的倍数 来 同学看啊 十二有零个 来 零是不是十二的倍数 这是关于零的部分 那么零呢 不是别人的音数 好 再来看一下 一 一是什么 一呀 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一 五除以一 五除以一 等于五 六除以一 等于六 那么关于这个一呢 一是任何一个数的音数 一是任何一个数的音数 零是任何数的倍数 有没有分清楚 一是任何数的音数 零是任何数的倍数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来介绍 植树和核数 因为植树这个问题啊 这个相当相当的重要 所以莫莉老师非要介绍这个摆格图给你 介绍完这个摆格图之后 大致上对植树呢 就会相了解 我们来试试看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有 一到一百 一我们写啊 因为呢 一它不是植树 它也不是核数 一什么都不是 它不是植树和核数 那么 在介绍植树之前 我们就先看这个摆格图 介绍完摆格图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植树 什么叫做核数 那同学 我们这里来看啊 我们把二的倍数 把它划掉 二的倍数有哪些 倍数 你要怎么去判算 你还记得我们博小学过偶数吗 还记得吗 莫莉老师小的时候 因为时常在算下皮筋 在算下皮筋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是算五十十五二十这样子算 那有的时候呢 也会算二四六八十这样子算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 那么二四六八十这是偶数 五十十五那是五的倍数 五个一数五个一数 那么两个一数两个一数 就是二四六八十 我们把二的倍数 把它先划掉 来 谁是二的倍数 是不是二四六八十 四四六八十 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 有没有看到 它的字尾是二 字尾是二十二二三二四二五二 六二七二八二九二 这些字尾是二的 它都是二的倍数 字尾是四的 它也是二的倍数 字尾是六的 它也是二的倍数 来同学 记一下 来什么叫做二的倍数呢 什么叫做二的倍数呢 二的倍数啊 同学记一下 稍微记一下 那二的倍数呢 大致上同学都还会哦 二的倍数 就是它的个位数字 是零二四六八 那么我们就说它是二的倍数 要记哦 要记哦 记的意思就是稍微复念一遍 稍微理解一下 怎么去理解呢 理解就是莫莉老师在这个地方 有帮你画掉的 是不是 我这样子讲有没有道理 莫莉老师讲有没有道理 因为它是二的倍数 所以我用红色的这个笔呢 把它全部画掉 二四六八十就全部都被我画掉了 没有了 这些呢全部都是二的倍数 好 然后在看完二的倍数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的倍数 三的倍数 三一三 三二六 三三九 三四四二 三二六 三二六 这个六啊是二的倍数 它也是三的倍数 这个九呢 三三九 三四十二 十二呢是二的倍数 也是三的倍数 三五十五 三六十八 三七二十一 三八二十四 三九二十七 三十 再来是三十三 三十六 三十九 来同学啊 我们稍微看一下啊 我们把所有三的倍数 都画掉之后 那么有一些观察力 比较清楚的小朋友 他就发现了啊 关于三的倍数呢 是关于这一条斜线 关于这条斜线 这条斜线 这条斜线 都是三的倍数 好 我们来观察一下 三的倍数 它有什么共同的特性 好 看三的倍数 黄色线段的部分 三的倍数啊 这里的数目字是十二 十二 这里的数目字是二十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条斜线 二十一十二三 二十一十二三 有没有什么联想 有一个学生这样子跟我说 老师我看到了 这里是一 这里是二 这里是一 这里是二 一二 没有错哈 还有另外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 二加一 一加二 等于 三 来 二加一 二十一 二加一 一加二 十二 一加二 它有没有都等于三 都等于这个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下六的这一行 六的这一行 这里是五十一 四十二 三十三 一样是五四 三二 一 五四 三二 一 好 这里啊 这里 五加一 会等于四加二 会等于三加三 会等于二加四 会等于一加五 都会等于六 同学有没有看到 这些都是三的倍数啊 这是三的倍数 来 这些三的倍数 数目字加起来 每一个数字加起来 它会等于六 六 六是什么 六也是三的倍数 加起来是三的倍数 它就是三的倍数 再来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一行 这一行是八十一 七十二 六十三 五十四 四十五 这一行的数目字 加起来呢 全部都是 九 来 它也是三的倍数 三的倍数 所以它是三的倍数 来 在这一行呢 九十三 九加三是十二 九加三十二 八加四也是十二 然后呢 是七加五也是十二 来 这些数目字加起来也是十二的倍数 那么十二呢 它也是三的倍数 来 加起来数字是三的倍数 那么我们就说它是三的倍数 来 这是关于三的倍数的找法 三的倍数 三的倍数 它有什么特性 它有什么特质 你怎么一看到它 你就知道它是三的倍数呢 每一个位置加起来 来 这个个 这个个 这个个跟这个个不一样 这个个啊 是定位板上面的 个位数 十位数 百位数 千位数 来 每一个位置 如果说加起来 它如果说是三的倍数 那么我们就说 它就是三的倍数 来 比如说莫莉老师 现在举一个例子给你看 这里我们当然都看到了 在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四十五 四十五是不是三的倍数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整除看看 来 除以三是十五 因为余数是零 所以我们说它整除 因为它整除 所以我们说三是四十五的因数 四十五是三的倍数 那么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算 四加五会等于九 九是三的三倍 所以我们说四十五呢 它是三的倍数 我们用这样子来去判断一个数目字 它是不是三的倍数 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 莫莉老师再举例 来 比如说有一个数目字叫做一二三 请问一二三它是不是三的倍数啊 我们先可以除除看 除以三 它会等于四十一 余数是零 所以一二三它是三的倍数 或者你可以一加二加三 会等于六 六是三的两倍 所以我们说一二三 它也是三的倍数 同学你会使用这个方法吗 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直接除除看就好 我为什么要学 每一个位置加起来 它是三的倍数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因为 如果说我现在给你一个数目字 一二三四五七九二一 请问它是不是三的倍数 那你就要慢慢去除哦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不除的话 怎么办 它是不是三的倍数 它是不是 来 莫莉老师教你看啊 来 一加二三的倍数 三的倍数 来 三也是三的倍数 四加五三的倍数 来 九是三的倍数 二加一三的倍数 剩下一个七 所以一二三四五七九二一 它不是三的倍数 你如果说把它除以三之后 它是会有余数的 了解吗 这是三的倍数的特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三的倍数 解决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五的倍数 五十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三十五 四十 四十五 五十 同学 五的倍数是什么 五的倍数啊 是它的各位数字是五 或者是零 因为零刚刚我们已经化掉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写了啊 那因为化掉的地方太多 所以呢 莫莉老师先把我们刚刚化掉的部分先擦掉 来 莫莉老师呢 现在已经把刚刚化掉的 是别人倍数是别人倍数的这些数目字啊 我们已经把它擦掉了啊 关于二 三 五 它的倍数 我们都把它擦掉了 那么二 三 五之后 下面这里有一个数目字叫做七 七 我们也把七的倍数画掉 七的倍数是七二十四 十四画掉 三七二十一 七四二十八 七五三十五 七六四十二 七七四十九 哎 四十九也把它画掉 七八五十六 七九六十三 然后七乘以十 七十 那么七的十一倍呢 是七十七 七十七画掉 七十七再加七 八十四 八十四再加七 九十一 九十一也画掉 来 同学 同学 七的倍数画掉 那么七的倍数有没有特值呢 有没有 有 高中再学 因为它比较复杂一点 那么我们再学会二 三 五 还有另外一个数目字就可以了啊 来 这个七的倍数画掉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十一 十一的倍数是一 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 那么有关于一 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 已经被我们画掉了啊 那么十一处理完毕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十三 十三的两倍 十三的三倍 十三的四倍 五倍 六倍 七倍都画掉了 同学 同学 这就是剩下没有被画掉的数目字 我们把这个刚刚有关于七的倍数呢 也把它画掉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剩下的数目字 关于剩下的这些的数目字 它就不是别人的倍数 不是别人的倍数 它除了自己之外 它不是别人的倍数 什么意思啊 就好像说 来 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这个数目字 十三啊 它只能把一整除 十三呢 它只可以把十三整除 它不是别人的倍数 不像六 六可以把一整除 六可以把六整除 六呢 它也可以把二整除 六也可以把三做整除 它可以把别人做整除 它是别人的倍数 可是十三呢 只是一的倍数 它只是十三的倍数 它只是自己的倍数 不是别人的倍数 那么现在留在黑板上的这些数目字呢 我们就帮它取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帮它取一个名字叫做植树 植树 写在黑板上的这些数目字呢 都是植树 一百之内的植树 有的题目啊 它会问你说 一百之内的植树 它有几个 那你要不要背 你要背 你要不要背它有几个 十场考啦 那你不要背 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用手算一算 植树马上也是出来 那么在一百之内 有哪几个数目字 是你不容易判断的呢 你没有办法用二三五来去做判断呢 一到一百里面 有一些数目字是不好判断的 莫里老师举例来给你看 比如说有一个数目字叫做八十七 八十七它是不是植树 它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它可不可以把其他的数目字做整除 除了自己和一之外 可不可以 那么我们就用二三五七来做试验 我们来试试看 各位同学 一百之内就用二三五七来试就可以 八十七有没有二 二的倍数是各位数字要偶数 它有没有三 有没有三 三的意思是八加七是十五 十五是三的倍数 所以八十七它是三的倍数啊 它既然是八 它既然是三的倍数 所以它就是核数 来没有刚刚被擦掉的那一些呢 就叫做核数 是别人的倍数呢 就叫做核数 那么八十七它是三的倍数 所以呢 八十七它是核数 还有什么数目字 你会很难做判断的 大概就是八十七啊 另外还有一个很伟大的数字 这个数字叫做九十一 九十一这个数字 就请各位同学把它稍稍稳 放大 记在脑海里面 八十七是可以判断的 这里面呢 给你一个七十五 你会不会判断 它是核数还是直数 它有没有什么因素 如果说我再给你一个三十八 三十八它是直数还是核数 你也判断的出来 因为它置为是八 它的个位数字是八 你也判断的出来 可是九十一啊 你就会怀疑它是直数 或者是直觉说它是直数 莫莉老师跟你说 八十一呢 它是核数 为什么 九十一呢 它是核数 莫莉老师跟你说 九十一它是核数 来九十一 已经被我们化掉了 九十一呢 它是七的十三倍 记住啊 九十一是七的十三倍 一到一百里面 唯一比较不好判断 是直数还是核数的 就只有九十一 九十一 它是七的十三倍 稍微记一下 九十一是七的十三倍 这是百格图 在一百个格子里面 把二的倍数 三的倍数 五的倍数 七的倍数 十一的倍数 划掉之后 剩下的数目字 它就是直数 这些就是直数 被你化掉的那些 就是核数 记住一下 二的特性是什么 三的特性是什么 五的特性是什么 另外呢 你再多记一个 九十一 它是核数 九十一 它是七的十三倍 直数 同学 接下来我们介绍 数字的倍数的判别法 二的倍数 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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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是零二四六八 是偶数 那么三的倍数的判别法 怎么算 把所有的数目字 加起来 如果说是三的倍数 那么它就是三的倍数 那么五的倍数呢 五的倍数是 个位数字 是零 或者是五 那么十一的倍数 要怎么判别呢 来看一下 莫利老师这边写的 基数的位置 把它加起来 减掉 偶数的位置 加起来 那么解完之后呢 它如果说是十一的倍数 那么我们就说 它是十一的倍数 那么 我来帮各位同学 做一下 办例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东西是二的倍数 我们判断一下 请问 一二三 我们来判断一下 一二四三五 请问这个数目字 它是不是二的倍数 不是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五 它是基数 如果说一二四三五 后面有一个框框 这个数字 如果我说它是二的倍数 请问框框可以填什么 框框可以填 零二四六八 一二四三五零 一二四三五二 一二四三五四 一二四三五六 一二四三五八 它都会是二的倍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的倍数 每一个位置加起来 如果说是三的倍数 那么它就是三的倍数 比如说 一一一 一百一十一 它是不是三的倍数 是一加一加一 来同学 一加一加一会等于三 来 三是三的一倍 所以一百一十一 它是三的倍数 或者我这样子问你 如果说我是一一一框框 一千一百一十框框 这个框框是什么数目字 它才是三的倍数呢 那我们就可以啊 来一加一加一 是三加上框框 它要是三的倍数 框框要多少 它才是三的倍数 三加上多少 它才是三的倍数啊 三本身 它已经是三的倍数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加上三的倍数呢 它就会是三的倍数 那么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哪些东西加了三之后 它还是三的倍数呢 各位同学 零三六九 三加零是三的倍数 三加三是三的倍数 三加六是九 也是三的倍数 三加九是十二 也是三的倍数 所以这个框框呢 可以填零三六九 那五的倍数 七十五 是不是五的倍数 是 因为它的个位数字是五 请问七十是不是五的倍数 是 因为它的个位数字是零 来同学 再问你一次 来请问七五框框 请问框框要填多少 它才是五的倍数呢 你可以填零 你也可以填五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十一的倍数 基数位置的和 再减掉偶数位置的和 会是十一的倍数 那么它就是十一的倍数 什么意思啊 各位同学明片 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这里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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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左指 请问这个数目它是不是十一的倍数 墨烈老师刚刚跟你说 基数的位置 把它加起来 再加上再减掉偶数的位置 什么叫做基数的位置 就是第一位 第三位 第五位 第七位 有没有玩过跳棋 有没有玩过跳棋 有没有玩过 有 或者是你有没有玩过象棋 象棋里面那个泡 它是可以用跳的 对不对 它可以跳 来 这个位置 跳到这个位置 再跳到这个位置 跳到一个位置 中间必须要有间隔一个 这叫做跳 来 黄色打勾勾的部分加起来 来 跳跳跳 来 跳的部分呢 1加1加1加1 跳的部分 是4 没有跳到的部分是多少 1 2 3 4 没有跳到的部分 加起来它也是4 然后呢 再把这两个数目字 相减 4减4等于0 0是任何数的倍数 还记不记得 莫莉老师在进入这一章的时候 就跟你说 0是任何数的倍数 好 来 因为0 它是11的倍数 所以这个数目字 它就是11的倍数 来 同学 你可以去除除看 整除的话 它就是11的倍数 或者 你这样子跳 跳 好 跳一跳 来 莫莉老师再跟你再取 另外一个例子 来 同学 我们看一下 1 2 3 4 5 方方 要填什么数目字 它才是11的倍数 来 像棋里面的 炮 炮是跳 或者是 玩跳棋里面 也要用跳 我们来跳一跳看 1跳3 3跳5 加起来之后是9 那么没有被跳到的是 2 4 框框 2加4是6 6再加上框框 上面的和这个东西呢 相减 减喔 9减掉 6加框框 它要是11的倍数 11的倍数 以这样子的状况来看的话 照理说他们两个相减应该是0 所以框框呢 框框呢就应该是等于3 6加3等于9 9减9等于0 所以框框等于3 意思是说啊 这个框框如果说填3的话 那么它就是11的倍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例题 那么我们可以借由例题 来对这几个说法 再熟悉一点